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90岁的李嘉诚悄悄走进食堂的时候 餐桌上已经坐满了头发花白的老人等着开饭 深水域是香港最贫穷的地方之一 首富先生的突然到访 让老人们又惊喜又疑惑 没过多会儿 医工们就派发了今天的午饭 榨菜肉丝炖豆腐 木耳枸杞煮白菜 再配上白米饭 李嘉诚坐在一群老人中间 吃得异常开心 收盘子的时候 一粒米都不剩了 餐鱼仔细观察了这几个菜 营养搭配均衡 看上去也很新鲜 后来才知道 除了豆腐之外 像木耳 榨菜 白菜等 都是从超市收集来的 不要的剩菜 而肉类则是来自冷冻肉公司的仓库 因为食用期将至而运送过来 就是这样的剩菜剩饭 和临近保鲜期的食物 即使是普通家庭或许都不会吃 李嘉诚不仅吃得盘光光 临走的时候还付了一千万给食堂 因为太好奇 蝉鱼忍不住查了查 这个食堂的底细 原来 这个名为西食堂的机构 专门收集 仍然可以食用的剩余食物 比如蔬菜摊留了一夜的蔬菜 看上去样样的 客人就不会买了 扔掉多可惜 挑选一下 还有好的可以给老人吃 还有比如超市 临近保鲜期的食物 面包房 当天烘焙好 卖不出去的面包等等 最早的时候 西食堂还会专门收集 各个酒店剩余的熟食 这些食物经过再加工处理 保证没有安全隐患之后 制作成热盒饭 食物包 送给贫困人群 其中大部分是没有依靠 三餐无以为继的老人们 这样一个非盈利机构 不仅正常运营了七年 很多香港明星 包括张学友 张志林 谢霆锋 王祖兰 都曾免费为他宣传过 黄子华甚至自费为他们拍过宣传片 李嘉诚临走的时候 留下了一千万 也是希望这个食堂能够走得更远 他不仅被称为弱势群体食堂 还被无数香港人称为香港奇迹 而当禅宇继续往下挖的时候 在这个奇迹的背后 却看到了繁华的另一面 香港最真实的困境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以及社会老年化加剧 这也是香港人之前造业过多所产生的业障 说起香港 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 车水马龙的繁华 灯红酒绿的泥商 满街的奢侈品 摩登的女郎们 但你知道吗 繁华的香港 七百万人口里 贫穷人口其实超过了一百二十万 平均每六个香港人 就有一个活在贫困线下 而每三个老人中 就有一个长期营养不足 每晚饿着入睡 深水布食指皮的赵婆婆 八十岁高龄 却每天六点就会上街 剪纸皮脉 一剪就是十四个小时 饿了就吃别人扔在垃圾桶里的面包 把发霉的部分挖掉 一个人躲在小巷子里偷偷吃 即使这样 静脉曲张严重到睡觉都会哭醒的她 仍然不敢去医院看病 不仅仅是因为没钱看医生 也因为手停口停 不剪纸皮 下一餐吃什么 比赵婆婆好一点的是罗伯 六十五岁退休的她 至少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每天早上四点多出门 晚上七点半下班 每天刷十几个小时的马桶 就为了一日三餐能饱度 缠鱼却忍不住担忧 再过十年 二十年 等圈伯年纪更大了 坐不动了 到时候她的一日三餐怎么办 而另一边 奢侈品满街的香港 食物浪费却极其严重 在香港 每天被扔到堆田区的食物 就多达三千六百吨 大概有一百二十八辆巴士那么重 其中三分之一来自餐饮界 从生产 加工 销售 再到消费者的晚上 每一层都有浪费 很多都是吃都没有吃过的食物 就这样被扔掉了 比如酒店负责的一个晚宴 邀请一百个人 可能来的只有三十人 主办方付钱 酒店方就得全部煮出来 最后剩下来的就全部倒掉 曾在博物馆做运营经理的 Vikator 以前就总是看到这种现象 比如做一个航空展 最后一天会丢掉三十个大垃圾桶的食物 肉类 一边是贫困老人 弱势群体 在温饱线上挣扎 每天都在饿肚子 一边却是有钱人 在不断地浪费粮食 这么多重的恶业呀 难道这个社会就真的只能这样了吗 写到这里的时候 谗宇也不禁想到大陆的情况 虽然相比较香港 0.537的基尼系数 大陆0.473相对低一点 但是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老龄化的加剧 弱势群体也依然在温饱线上挣扎 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Vikator没有去做问题的旁观者 2012年 他依然辞去了运营经理的高薪职位 来到了西食堂 从身在食物浪费的源头 变成食物的回收者 他心里不再有负担 希望用自己的微薄之力 对香港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做出一点点改变 西食堂就是一群和Vikator一样 想要为社会问题做点改变的人 在2011年创立的 他们的口号很简单 停止浪费 解决饥饿 以爱相连 每天处理从香港各地收集来的盛食 再做成热盒饭 送给没有饭吃的老人 以及低收入家庭 最开始做的时候 整个团队包括行政支援 厨房员工和物流团队在内 不到20人 愿意捐赠食物的人 和机构只有35个 每天只能制作20个热盒饭 那个时候来做义工的人也很少 大部分都是老人中心的老人 李婆就是其中的一个老人义工 过来帮忙摘菜、洗菜、切菜 但她很开心 我有分吃 不用付钱 可以称得上是免费食堂 尽自己能力去做 这样挺好 助己又助人 很长一段时间 参与者都很少 清皇不接的时候 偶尔还要自己掏钱 去买些菜给老人们吃 但那段时间 大家都默默做好自己的事情 永哥是后厨的厨师 每天负责将从酒店 饭盒供应商 超市等回收回来的剩余饭菜 虽然是给贫困人士的免费盒饭 但她却一点都不马虎 每天根据回收来的食材 认真思考怎么搭配做 适合老人吃的营养均衡 口味又好的餐食 还会注意少油 少盐 少味 挤辛辣 就像对待自己家的老人一样贴心 每一个菜都是用温度计 认真衡量温度 必须达到一定温度 才能放心给老人使用 捐赠食物的机构不够多 他们就一家家去找 可以合作的酒店 超市 菜摊 去说服他们 去街上发传单 希望更多人看到 明星黄梓华 就是这样被他们感动到的 当她了解到 西诗堂背后的故事的时候 她不仅加入了 西诗堂的义工团队 还自费给他们拍了一组宣传片 她带领大家 去贫困老人的家中拜访 告诉大家 有人吃不饱饭 但也有人 为了改变这些现象 在努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那个时候 是西诗堂成立的第三年 依然处在举步维艰的阶段 当黄梓华的宣传片 一经播出 整个香港开始知道 有这样一个机构 他们回收 仍然可以食用的剩余食物 经过加工 送给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吃 一下子 西诗堂从几个人的善举 变成了更多人的异形 到2014年年底 西诗堂的食物捐赠伙伴 从35个变成了81个 也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中央厨房 每天可以制作2500份热盒饭 500份食物包 让禅宇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一位70岁的阿婆 她步履蹒跚地走到义工姑娘的面前 拉着她的手说 多谢你们送来的饭菜 我以后再也不用将一份饭菜 分成三餐来吃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义工 加入到了这个团体 有一队女生 从新加坡来到香港旅行 知道了有西诗堂这样的福利机构后 硬是多留了一个礼拜 在社团做义工 他们没有很多钱 但是愿意付出自己的一点点劳力 来帮助有需要的人 从2014年到2018年 陆陆续续又有很多明星 加入了免费宣传西诗堂的阵营中 比如张学友、张志林、王祖兰等等 用他们的知名度 为西诗堂的推广做出了更多努力 很多小朋友看了张志林的 爱包行动宣传片 都知道了西诗堂的存在 有钱的人 企业也纷纷加入了捐赠的行列 比如开头铲鱼写的李嘉诚 捐出了一千万 包括一家 每家在内的大企业 都成了西诗堂的合作伙伴 到2017年的时候 西诗堂已经有254个 食物捐赠伙伴了 翻了不止七倍 而每天的热盒饭 也从原来的20个 变成了现在的6500个 那些曾经忍饥挨饿的老人们 低收入人群 都享受到了吃饱饭的滋味 比如独居老人 气骂已经90岁了 身体机能和记忆 在慢慢地退化 一个人住在不到10平米的房子里 买菜 做饭 对他来说是非常吃力的事情 他现在每天自己步行30分钟 到老人中心 想用西诗堂为他准备的午餐 更重要的是 这里有一班和他差不多的老人 可以一起谈天说地 缓解独居的苦闷 同样是独居老人 罗伯就不愿意外出走动 西诗堂的外展天使 就每周一到周五 上门给老人送食物 顺便陪着老人聊聊天 了解下老人的需求 老人也喜欢上了 有人按门铃找他的感觉 参与看到这里以后 真的很感动 从最初不到20人的团队 到现在竟然联合起了 全社会的力量 把停止浪费 解决饥饿这件事 真正做了起来 但他们没有止步于 做好自己帮助别人 他们也想让下一代 学会节约粮食 学会关爱别人 比如2013年就建立的 圆锡学堂 通过多元化的活动 比如西诗讲座 考察活动 奖励计划 以及食物再生工作坊等等 让小孩子们认识食物浪费 饥饿与贫穷的问题 启发他们实践珍惜食物 爱护地球资源 以及关爱社会上 有需要的认识 截止到现在 已经有90间学校 参与了学堂 超过25268名孩子 接受了教育 禅宇觉得 这才是真正的香港奇迹 让每一个人 认识到社会问题 人人有责 大家都来解决问题 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 浪费粮食的问题 老龄化加剧过程中 老人老来无一的问题 可能不会马上被解决 但大家在一起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力量微薄的 就从自身不浪费粮食做起 大家拧成一股绳 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好 福报会越来越大 人类共业也会越来越少 而这样的精神 同样适用于大陆 和台湾现在存在的问题 参与相信 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力 迟早有一天 我们也能看到 属于我们的奇迹 好了 本期的视频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再见 未经许可,一份 영상 别忘了 一份二енно 每通过 đầu им tien